大家好,歡迎來到城池樂園 今天迪迦奧特曼又來超市買玩具了 他會買到什麼好玩的玩具呢? 他看了看,選擇了中間的一個怪獸蛋 這個怪獸可以變成哪一隻怪獸呢? 诶,超市還來了新的奧特膠囊 迪迦奧特曼,選擇了奧特之王和貝利亞的奧特膠囊 打完怪獸,肚子有點餓 來買一些食玩吧 這裡正好有奧特曼的水晶棒棒糖 太好了 來買一個奇奇蛋吧 這一次會出現什麼好玩的驚喜玩具呢? 要來結帳了 買這麼多,要花多少錢呢? 只有一千塊錢,好便宜啊 太好了,買到了這麼多好玩的玩具 回去和其他奧特曼一起分享 迪迦奧特曼回到家裡 原來,戴南奧特曼和蓋亞奧特曼正好來家裡做客 哇哦,迪迦奧特曼 你買了這麼多好玩的玩具啊 這是什麼? 讓我來敲一敲 咦?怎麼還不變形? 哈哈,這是怪獸變形蛋 讓我們一起動手來變形一下 怪獸的手可以張開 然後腳藏在了背後 他的身上有很多白色的條紋 怪獸的頭,藏在了他的胸口裡 這樣子,我們的怪獸變形蛋就變形好了 戴南奧特曼說 這是什麼怪獸啊? 牠好像沒有眼睛 這可是一隻非常厲害的怪獸呢 牠可以發射超高溫的火球 攻擊奧特曼 那你們知道這隻怪獸叫什麼名字嗎? 這時候,蓋奧特曼好像發現了什麼 這不是非常日門的奧特膠囊嗎? 只好我有結的昇華器 讓我們一起來變身看一下 迪迦奧特曼買到了兩個奧特膠囊 右邊是貝利奧特曼的奧特膠囊 發出的是紫色的光 左邊是奧特之王 發出的是七彩的光 讓我們一起來融合昇華 讀取貝利奧特曼 讀取奧特之王 WOW 太神奇了 我們用奧特膠囊融合出了捷德奧特曼 這是哪一個形態啊? 我怎麼沒有見過? 迪迦說,這是捷德奧特曼最厲害的一個形態 那你們知道是什麼形態嗎? WOW 太神奇了 這計時器長得很像了 讓蛋奧特曼來嘗一下吧 嗯,是蘇打口味的 好好吃啊 這個上面是粗刀特曼和塞瓦特曼的圖案 它也是一個淺藍色的棒棒糖 讓迪迦奧特曼來嘗一下 嗯,太好吃了 全身恢復了能量呢 最後這一個是賽羅奧特曼和貝利奧特曼的圖案 讓蓋亞奧特曼來嘗一下 嗯,太好吃了 我感覺現在就可以打怪獸了 最後讓我們來看一下 奇緒蛋裡面有什麼驚喜玩具 欸,好像是一個迷你的奧特曼 WOW,原來是粗的奧特曼 它看上去好迷你啊 那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可以給我們點贊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掰掰